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范围在 使徒行传第23章,我要从25节读到35节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 克劳蒂,吕西亚,请寻服菲利士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工会去 便察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了我 我就历史解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 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迪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营楼去了 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哪省人 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 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 这段记录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前副长,这位罗马的军官 他本身听了保罗的事情的时候 就发现说,这些犹太的宗教人士 所控告你的事情 并没有涉及到很严重的事情 这只不过什么分类的事情 是你们的宗教信仰的律法上的辩论 你也没有来危害整个罗马帝国 所以前副长并不打算 要做他做什么事情 可是没有想到 他后来知道一件事情 有人要暗地里 决心要暗杀他 所以就偷偷地吩咐人 趁夜把他送到 这个巡抚那里去 一方面是要保护他 一方面让这个巡抚 重新地去来审问这样的事情 看起来 前副长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天使一样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反而是犹太的宗教领袖 要不断地破坏他 那么犹太的信仰的最高议会 照理讲是监督百姓执行 上帝诫命的最高的机关 但现在却变成是一个贼窝了 带头违反不可杀人的诫命 按照犹太立法是不可以杀人的 如果信仰沦落到这个地步的事情 那一定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时期当中的宗教 已经沦为一个借刀杀人的方式了 反而正确的信仰不能受到保护 而是变成这一群人 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心里想我喜欢你就可以留下来 我不喜欢你就可以用什么方式 然后把你给消灭掉 所以当年的那个时期的祭祀长长老们 因为他们自己的欲望 他们塑造了一个自己敬拜的上帝 就是假神 不是真的敬拜耶和华上帝 是这个假神主宰他们的内心 我们可以讲说像昨天一样 所分享自己心目中当中 那种非常狭窄的意识形态 宗教能够帮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盼望吗 不 宗教不能 人的欲望所塑造的假神 或者是意识形态也不能 真正救我们的是耶稣基督 是因着祂的救恩 遵循耶稣基督的真理 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不论你是过去犹太宗教律法的一个研究者 你还是要通过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入门 就像保罗一样 其实他是从非常严谨的法利山的门派出生的 可是他还是要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血统不能够带领他们犹太人进入到上帝的国度 可是我们要话说回来 一个很小心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是宗教把耶稣给推出去了 那我们可以讲 有可能教会这个组织 教会这个宗教团体 会把人给推出去 话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他们不要宗教 他们所要的就是耶稣 是耶稣救我们 不是宗教救我们 可是很多人会论不清楚 他是相信宗教 而且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 活在一个宗教团体的里面 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 像牧师所隶属的是长老教会 长老教会让我们得救吗 不是 是耶稣让我们得救 可是我却生活在长老教会 这个信仰团体当中 这个信仰团体帮助了我 受造一个宗教生活的环境 但是我还得要遇见耶稣 不能因为我是活在这个宗教团体当中 我就好像已经得到了救恩 没有 很多人还是习惯进到教会里面来 但是不见得人会邀请耶稣基督 做他生命的主人 没有 我们只是有可能偶尔祷告 偶尔聚会 偶尔读圣经 偶尔传个福音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决心 像耶稣这样的决志 我们没有像保罗一样 没有像彼得这个门徒一样 他们事事决心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整个生活全面全方位的 都是为主而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小心我们会不会掉入到 一个宗教的陷阱里面 这个宗教我们遵守的是 这个教派的教义 这个教派的规矩 这个教派特别的宗教的仪式 好像少了这个仪式就不是了 好像没有这样的音乐就不是了 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就不是了 错了 要记住 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基督教 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 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信基督教 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去信宗教 它是不断慢慢累积而成 也衍生了一个教会的团体 或者是一个宗教的行为 但那绝对不是我们 所谓要相信的一个目标 圣经只告诉我们 要相信耶稣基督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两千年前 他启示了他自己 他道成了肉身 他拣选门徒 跟随他与他同行 我们相信耶稣是主 保罗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当我称耶稣是我主的时候 我知道我是被圣灵感动了 我能够得救 就是因为我仰望那两千年前 在哥哥他山十字架上 被钉十字架 他身上所留的宝血 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 这个救恩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也相信他离开世上的时候 差遣圣灵在我身上 做印记 我等候将来的救赎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断与圣灵同行 每一天我都被更新成长 要忠心到底 这个不是说 每一个宗教教派不能够主张 都可以 我可以看任何的教会当中 只要遇见耶稣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这个宗教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 这个过程当中 犹太主义他们这个宗教 巴持这么严谨 扼杀了许多的人 要进入到神的国度 这才是让我们要警惕的事情 愿上帝透过这个话语 帮助我们了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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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